或是降临天灾来袭 自从全球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至今两年时间过去 不知道我原先的家乡摩承变成什么样子了 于是我决定派凌晨和沈君宇一同前往摩承打探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顺便再运送一船的物资给当地的难民 很快 准备运往摩承的物资就通过卡车运到码头 装上船后 凌晨和沈君宇便启程前往 六天后 他们回来了 凌晨 摩承那边什么情况 情况有点糟糕 是非常糟糕 摩承分成了三派 一派是江市长带头 以民生农业为重 另一派是一方被罢免的官僚带头 转脱后腿 还有一派是富生名流 墙头草两边倒 咱们基地运过去的粮食 江市长一派欣喜不已 感激不及 后腿派不但不感激 还嫌咱们的物资差 大声嚷嚷喂狗狗都不吃 让咱们多去收集进口食品 下次全部运过去 还大言不惭地说 他们是高贵的摩承人 宁可饿没也绝不吃垃圾 那帮手里有粮的富人 两边的罪不起 当两头草也辛苦 我特地找一名富人打听了一下 听说后腿派中 还有人跟海盗投资有交情 什么 那后腿派手里到底有没有粮食 根据我的打听 后腿派跟海盗暗中来往 大多数物资都是从海盗手里弄来的 眼见后腿派有粮食 越来越多的难民未求自保 都跑去了后腿派的地盘 官方基地反而逐渐失去了话语权 海盗是外国人还是国内的 具体的不太确定 听说有外国人也有汉奸 好吧 看来我们的基地又要引来敌人了 我立马让人在海岸码头 安排两辆坦克随时带兵 同时让老白驾驶直升机 前往海面上侦察滴气 山谷里的战斗机也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莫哥 你怎么知道我们基地会有敌人过来 既然后腿派和海盗暗中勾结 你们这一趟从魔城回来 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粮食 肯定会悄悄地跟踪到我们的基地 没过多久 前去海上侦察的老白回来了 东南方海域果然出现海盗 距离我们这里约一百多海里 预计两个小时后到达 这下有好戏看了 而另外一遍 此时东南方向的海平面上 有一艘生锈的渔船 发现前方有鹿鹿 二十多个蓬头垢面的海盗正在欢呼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等待他们的僵尸狂风暴雨 为首的海盗头子 外号独眼龙 旁边站着一名西装男 他便是后腿派的一员 早就听说这座私人基地附的流油 希望这一趟不要让我失望 我的情报绝对不会有错的 这一趟你肯定赚得盘满钵满 我只有一个条件 到手的粮食五五分账 没问题 干完这一票 我们能休息好几个月了 嚣张的海盗船快速地靠近 原本空无一人的码头 突然出现两架重型坦克 黑洞洞的炮管 立马锁定海盗船 同时老白驾驶着直升机盘旋在空中 见到这阵头 海盗团伙瞬间吓傻了 立马跪地求饶 他们万万想不到 一座私人基地竟然能武装到这种地步 这一次他们的行动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我通过绳梯滑了下去 你们谁是老大 西装男为求自保 立刻指向独眼龙 同志 我不是海盗 他才是 我就九十魔城的高层 你饶了我吧 姓神的 你真不是东西 我是海盗没错 但来这里抢狼食 是不是你的主意 要不是你找到我 我能找到这里来吗 同志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跟海盗合作坑自己人呢 好吧 看来是我误会你了 行吧 那你跳下去游上岸马 西装男一听 激动得不得了 立马跳了下去 然而对于这种 我又怎么可能放过他 我悄悄地从空间取出鲨鱼 朝他游了过去 大哥 求你放了我吧 我只是海盗团的一个小喽喽而已 只要您肯放我一马 我可以供出魔城那帮人的名单 事实上 我们海盗团一开始就几个人 根本没想过抢自己的同胞 是魔城的那些人找到我们 并且主动送粮扶持 对方让我们见人就抢 绝不留情 但遇上美利坚外国了 小本子不但不能抢 还要安全护送到魔城 我们老大说 他们就是一帮吃里扒外的汉奸 但我们也有妻儿老小 我们也想活着 只能收下他们的粮食 直到海盗团越来越壮大 到今天的一千二百多人 才强行脱离了那帮人的控制 保持合作关系 文言 在场的人无不恨地咬牙切齿 天灾末世 本该团结一心 竟有人扶持海盗 坑自己同胞 这群人 必须受到惩罚 盘踞点呢 上千人的势力 总不可能一直飘在海上吧 独眼龙见自己手握机密 觉得自己又行了 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谈话 来点吃的喝的 跟踪你们这么长时间 一直都没能好好休息一下 呵呵 看把你弄的 你们的大本营在哪 我无所谓 坦克组 该你们动手了 文言 吓得独眼龙立马跪地求饶 我们的大本营在东海 具体位置接近公海的一座岛屿上 海盗团不但有国人 还有小本子 阿三 套菜国 岛屿上有五百多普通难民 都是漂浮在海上的时候 被抓去当苦役 好吧 见你们这么坦诚的份上 你们跳下去自己游上岸吧 听吧 这群海盗兴奋的一跃而下 然而等待他们的 将是几十只鳄鱼的追赶